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经济学小白,我是Annabelle 在过去的三年半的时间,我们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利率涨跌和最大的货币供应量 这个造成了股市、房市和债市的泡沫 这三个加起来是历史上最大的泡沫 带来了40年最高的通货膨胀 美联储去年开始执行货币紧缩 我会给出一些数据,然后我会告诉大家 我个人认为今年下半年的经济走势 目前美国有8.2兆的货币量的增加 从800个Billion到9个兆的基础货币增加 基础货币指的是硬币紫币和商业银行美联储的贷款 这些货币组成了法币系统 同时从2020年到2022年的利率接近了0或者是1%以下 将近10年的低利率 实际上从2000年开始利率就是1% 到了2005年涨到了6% 从2008年开始利率再次降到0 当货币增加和利率超低的时候 就会出现各种泡沫 比如股市泡沫、房市泡沫 我们先来说股市泡沫 从2022年底整个股市的市值是经济总量的200% 在金融危机2008年的时候是105% 比2008年的时期还要高 全球的债市有18个兆 欧洲是低于0的负利息 在欧洲银行借钱给你还要倒给你利息 不是你付利息给银行 在地产方面 房价和个人收入的比例比2005年还要高 年薪20万的家庭 没有办法承担120万房子的房贷 买不起非涨的房子 汽车和Cryptocurrency市场也有泡沫 全球非金融债占GDP总额的263% 非金融债指的是员工的工资 印交税和各项应付款 以上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 过去的货币超发和低利率 引起了泡沫和债务的庞大 通胀一度达到了9% 那么在未来的6个月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债务已经达到了31兆的上限 如果两党最终达成协议 民主党需要做出让步 削减开销 共和党才会同意提高债务上限 意思是说 财政部在以后的一到两年 应该会减少印钞 财政警说 那么银行的存款就会减少 美联储反复强调要将通胀降到2% 把利率由0调到5.25 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所以私人借款的成本在提高 资金流动在减少 每月还债的压力在增加 比如在车贷 房贷和信用卡债 可能会出现逾期或者是违约 在欧洲国家的利率也在涨 我刚才有说过 他们比美国还要离谱 贷款利率是负利息 欧洲银行是三到五年的浮动利率 所以当欧洲银行的利率涨的时候 每个月的房贷和车贷也在成倍的增加 所以欧洲的信贷市场会比美国更糟糕 在债券市场 30年的长期国债利率是3.8 一年的T-Bell是短期国债是5.2 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出现了严重的倒化 我借钱给你30年 我的利息一定要比借给你一年的要高 因为时间越长 我的风险就会越高 但是在美国国债市场 一年的T-Bell收益率比30年的要高1.4% 市场已经出现非常明显的警告 未来经济不乐观 美联储将会降息 银行方面 投资人会把钱从银行转出来 去买一年的短期国债 商业银行会失去很多的储库 更多的银行将会倒闭或者会被收购 再来看股市 当钱流入了短期国债 股市里投资的资金也会减少 股价还会跌 通货膨胀方面 我看会持续在4%左右 很难降下来 原因是因为工资并没有降 因为到了年龄退休和提前退休的人 比参加工作的人要多 劳工市场缺少年轻的劳动力 失业率才3.7%很低 在租房市场依然很强 房租一直没有降 服务行业的价格也没有变低 比如在维修 培训和顾问行业 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是2% 因为通胀下不来 美联储会一直维持高利率到今年的年底 他们希望失业率变高 工资下降 所以综合各个方面的数据 我预测 物价会维持在高位 下半年的经济会进入衰退 然后美联储可能会在明年的年中开始降利息 刺激经济 我真的很不喜欢政府过多的参与经济控制利率 最后以我最尊敬的经济学家 Frederick Hayek的话收尾 所有的政治理论都假设大多数的个体是无知的 那些为自由辩护的人不同之处在于 他们将自己和聪明的人都包括在无知者之中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点赞 我们下一期再见